3.6 給他兩分錢 清晨6點 300名立獎玩家齊聚 依序出發 要挑戰不可能任務 黑夜滑到日出 在一望無稽大海中 看著太陽緩緩升起 從空拍角度看 300名立獎玩家 從萬海巷出發 前往基隆宇 繞行一周 玩了7年 每一年我們都會看到這個活動 那這個是我們 北部的一個很大的挑戰 它會繞島的話 大概是17公里 對 差不多要5個小時 它其實有另外一面 就是有一個像大象的岩石 那平常是我們不會去看得到的 所以我們就會特別過去繞島 然後看到那個 有一點類似大象的岩石 玩家中出現了麥當勞叔叔 也翹班前來體驗 甚至不忘跟著鏡頭揮揮手 麥當勞叔叔 這裡 因為天氣實在太熱 拉麵也換上比基尼泳裝 展現好身材 很舒服啊 結果竟然 對 今天應該還OK 基隆市的海域非常平穩 那我們也非常歡迎所有愛海 然後保護海洋的人士 一起來基隆參與以及舉辦各項海洋的活動 那在海洋活動當中呢 也讓他們可以了解到 對海洋保護 以及對海洋這個產生的這種風險的一種尊重 讓我們海洋永續 讓基隆的海 讓世界的環境更永續更美麗 這一項遊民間團體自發性的舉辦活動 玩家趨先滑行七公里抵達基隆雨 接著繞行基隆雨一周 再回到旺海巷岸上 全程長達十六公里 過程中 除了有五艘動力船全程跟隨之外 也有五十二名專業立獎教練 隨行介護 沒有滑過這個基隆雨 我之前是滑比較近一點 像橡皮鹽或牛奶海那些的 夏天很熱就想說來 玩一些水上活動這樣子 本身就蠻喜歡玩水上活動 今年擴大規模 有三個人來參加這個橫路基隆雨的壯舉 那我們這邊主辦單位 他都已經準備好一些介護船 還有一些介護教練 來維護大家參加人員的安全 立獎橫渡基隆雨 是一場結合體力耐力和意志力的挑戰 參加民眾在下水前都要準備好安全設備 加上有介護人員全程介護 三百名玩家才能夠充分體驗 滑獎運動的樂趣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